海水退少就会有很多小鱼小虾 因为他玩搁浅在沙滩上 幸亏你遇见了我啊 我给他捡了起来给他放生了 虽然说炒个鸡蛋特别的好吃 隔壁小孩都能馋哭 但是咱作为好事 如果你觉得做的对的话 留下一个双鸡 关注我今天晚上九点半赶海直播抓海鲜 说这个抓海生这个鲍鱼啊 我绝对佩服这眼前这个大叔啊 那是一抓一个种啊 这么冷的天啊 属实也不容易 能不能为他点个赞呢 加关注啊 咱们一会赶海直播了 今天这是出门踩了狗死了啊 一到海边就发现了这么多的八爪鱼啊 八爪鱼都泛滥了 老铁过瘾吧 有的老铁一进来啊 开下这么多的八爪鱼 反手就是一个双鸡 你说那速度那个快呀 拦都拦不住 犯了我也不来了啊 顺便加个关注看我直播 最近海边的风浪特别大 下午干涵的时候发现这么一条鱼被沙子掩埋了 我也不是这是啥鱼啊 进老铁如果有证事的评论里面告诉我 老弟啊 一直有一个梦想 你说有百人路过 能有证人给我留下回信 哪个有多好啊 我是不是又想多了 我知道要的你们也不给 加关注吧 靠干了兄弟姐妹们啊 如果你第一次到海边看到这样的东西啊 你一定不要踩到他啊 因为这是一种卵 他是尼罗的卵啊 你看这里边有成年上万只的小小的尼罗啊 因为他特别的脆弱啊 如果你喜欢户下干海的就给个双鸡 加关注看我明天干海直播了